在你眼中看到了夏天 在擁抱你身上的氣味 登上舞台唱出甜美嗓音 女性曾沛慈 溫暖現唱 為美妝節目舉辦的頒獎典禮 盛大揭開序幕 這回以運動為主題 大家打扮都有小巧思 我這一套是特別 跟我們的這個金牌得主 王麒麟 王大哥 王董介的 我特別有要求說要原味 但是她實在是太臭了 所以她有先洗過 說要運動風 還真的把金牌球衣借了過來 現場有吃有喝 最大亮點當然還是肌肉猛男 玩伏地挺身 大秀健壯身材 便慶華甚至抱起藍心眉大跳16噸 還好我最近有瘦了 不然你應該抱不起來 就是我家族有遺傳三高 所以我的第一個症狀 就是在六年前開始有血壓偏高 然後醫生就告訴我說 丫頭你一定要運動 有運動就是對全身最好的保養 但到底該怎麼做 老師們給出答案 我最近喜歡殘柔這個運動 殘柔對不對 它是一個很新的運動 然後它是可以讓身體做一個 很棒的伸展 我就是在家裡做一些什麼福利提升啊 然後什麼仰臥起坐啊 當然運動完也不能忘了保養肌膚 運動過後毛細孔剛好打開 所以這時候你擦一些緊實類的商品 或者先體類的商品 你會發現效果非常好 運動與日常的保養都非常重要 才能以最好的狀態迎接每一天 TVBS新聞發言宣审時候台北三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